你當時怎麼批評林志堅 現在用同樣標準檢驗 你自己就好 桃園市民會看嘛 你當時把林志堅講成這樣 誠信是政治人物最重要的事情 那請問 誠信只對民進黨政治人物重要 對國民黨政治人物不重要 國民黨政治人物可以盡量騙 沒有關係 你如果敢承認這句話 那我同意 你從今天開始到選前 你通通不要講 我再也不會再批評你 除非你就承認說 誠信對國民黨政治人物不重要 你敢不敢承認 沒有請教晃哥 張善政現在就說了 鄭運鵬可以利用立委的職權 來調閱合約啊 奇怪 你自己的事情 要勉強給別人呢 對啊 我覺得張善政 針對這個研究報告 被質疑抄襲的部分 他其實從一開始 到今天大概 差不多半個月了 從一開始到 現在換過幾種說法 第一次他說 我會找時間開記者會 再來是說 記者會規劃中 再來是說 記者會有排時間表 但是沒有時間 再來說 終身保密 然後說 叫農委會公佈合約 然後叫鄭運鵬去調閱合約 接下來可能下一個說法 他可能過來 我們拔杯看看 看媽祖要決定說 我們要公開還是不公開 就是說今天這件事情 被質疑的是你張善政本人 你是這個合約的計畫主持人 為什麼鄭運鵬要去幫你調合約 對 他是吃飽成員嘛 鄭運鵬每天那麼多行程 跑不完 他去忙他就好 他為什麼幫你調合約 今天是你要趕快證明 自己澄清嘛 對你要澄清嘛 而且這個合約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 今天我看那個國民黨 桃園市議員參選林濤 有貼一個合約啊 他也指控在臉書抖大字說 陳其中跟鄭運鵬說話說 農委會合約的確保密啊 沒有錯 農委會合約保密 但是其實你稍微懂一點 有點法律常識人都知道 那個合約你上下文來看 就是在計畫執行期間 當然要保密啊 所有的研究計畫或是說拍電影 或拍電視劇都一樣 你在我電影殺星之前 你當然要保密 要不然你把劇情都告訴別人 那我還拍什麼 可是這個研究計畫 第一個他已經完成了 第二個 所有的研究報告都公佈在網路上 請問這是要保密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要保密 難道這研究計畫有隱藏版嗎 應該是沒有嘛 所以這不要去擴大解釋 合約子的保密 是指在研究計畫執行期間 那當然保密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嘛 可是這個計畫已經結束了 而且農委會 主委陳吉仲已經告訴你說 我們沒有那什麼 終身保密的條款 那個條款就是在計畫執行期間 那已經過了 那你為什麼不能公佈呢 而且其實我們對合約 也沒什麼興趣 我們想知道的 從頭到尾想瞭解就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抄襲 那我知道 這應該都不是你寫的 因為計畫主持人 通常不會自己動筆寫 那好 哪一個部分是誰寫的 那當時為什麼會抄襲 會有這麼多的雷同部分 你可不可以請當事人出來說明 如果當事人不願意出來說明 你就以計畫主持人身分去說明嘛 第二件事情 你還是沒有告訴我們 這五千七百三十六萬的公帑 花了之後 到底對臺灣現在執行中的農業電子化 有產生了什麼卓越的貢獻 你不是農業界的蔣經國嗎 蔣經國不會只講空話 對不對 那你到底有什麼卓越的貢獻 到現在你連一樣都講不出來 我沒有要求你搞十大建設 講一樣就好 到目前為止 你連一樣都講不出來 然後一天到晚再找理由說 這個終身保密條款 一會兒要鄭運鵬去查 一會兒要農會會出來說明 張善政 你自己出來說 有很困難的事情嗎 除非是連你自己都講不清楚 所以你不要以為這件事情沒有影響 為什麼鄭運鵬的民調在一個月之內 可以追趕五到六趴 現在平手甚至超越 當然有些做可能稍微漏 但是我基本上我把當作平手來看 為什麼他一個月可以追五到六趴 難道你覺得研究研究計畫 這個案子沒有在發酵嗎 發酵的倒不是桃園市民有多在乎 這個研究計畫超多少部分 他們在乎是你的態度 為什麼前後不一致嗎 好 所以大家之前會講說 對支持者來講 相信張善政 你就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但是你越不講 是不是代表越有鬼呢 好我們要請教將軍 因為鄭運鵬進選辦公室就說 這個你過去大談成信 現在是諷刺到了極點 那你在地方上面有聽到說 可能很多人都希望張善政 你就趕快出來開記者會 講清楚說明白嗎 很簡單嘛 會出來開48小時就開了 這個還說 開記者說明會有幾個方式 第一個 我有十足的把握 我只要出來開這個會 一板定江山 所有記者看了全部目瞪口呆 瞠目結舌全部傻眼 然後所有誤會全部兵士 所有的不解全部都解決 這叫做一板定江山 那很肯定的應該不是 如果是的話48小時就開了 那另外一種叫做一翻兩瞪眼 如果不開還好 一開哇糟糕了 一翻牌必食啊完蛋了 這糟糕了 所以他現在不開 是不是擔心說可能會更慘 現在的方式 其實他不是也成功了嗎 他成功拖了14天了嗎 這14天裡面 如果按照48小時 他可以開 可以開二十幾次記者會 那都沒有開 所以他就是用一個拖字訣 我不開 然後你要問我對不對 問農委會 你要調閱找鄭運鵬 可是你叫我開呢 我看看 我等等 其實這個張聖正要開這個記者會 比當時林志堅困難得多 為什麼 林志堅是我的論文 自己的論文嘛 那我出來如何 我當時如何做研究 大綱如何提報 包含了教授是誰指導 就那麼幾個人而已 我出來可以講得清清楚楚 最多再把一個余同學 牽進來而已 那人很少 可是張聖正這次他如果要開的話 是要把他的十二門徒都要找來 他當時寫這個研究論文 有十二門徒 這十二門徒現在在各個的專業 跟研究領域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那你要把這十二門徒全部抓出來 為了你這次桃園市長的選舉 張聖正可能因為有個善志 他的這個宅心仁後很善良 他不想要他的十二門徒丟臉 所以就不開 這個不開是最好的選擇 而且呢 他一再再呼籲一件事 也就是說 農委會 你趕快公布 農委會 你來說我這有沒有問題 農委會 你趕快說清楚講明白 他就是用乾坤納挪移 把這個事情直接轉推到農委會身上 你來講 要不然洪基來說 要不然鄭運鵬去查 因為這幾個單位只要查出來 無論他的結論是好還是壞 張憲正都能解透 如果今天這個一出來說 沒有問題啊 這個在合理範圍之內 他就說你看吧 你看吧 還我公道了 那如果不是呢 如果農委會說 這個有抄襲 就跟台大公布的一樣 他更有話講了 你看 還剩不到兩個月選舉 這就是政治破壞 所以國家機器 國家機器啊 太厲害了 所以我講 他現在已經做了一個最完全的準備 就是我用一個拖字訣 看看農委會會不會沉不住氣 看看鄭運鵬會不會沉不住氣 看看有沒有哪個單位沉不住氣 跳出來了 就幫我解脫 所以現在這個拖字訣 對他來講 看起來短期沒有雪崩式的影響 可是我講嘛 要痛痛一次 後面還有時間補救嘛 對不對 你早點開48小時一翻兩瞪眼 如果錯了就認錯 後面還有70天可以補救 可是現在你拖拖拖拖到後面 這叫零遲啊 這叫零遲式的一個反抗 所以才會造成零傳媒的民調出來 本來是在當時領先最多到11% 到11% 現在已經從9%又掉到現在才2.21% 這怎麼會沒有危機 這有危機耶 這個危機非常的大 那這個危機會顯現在什麼地方呢 會顯現在地方村里長的這個所謂的熱情成果 桃園總共有504個里吧 如果沒記錯504個里 那這一次有190個里長不用選舉 就報名就當選了 就一個人 那其他的這些里長用國民黨這個資格來參選的人 我至少我那個區啦 我至少只有八個 我那個區有84個里 但只有八個里長 是用中國國民黨的這個推薦書 其他都是五黨籍 那麼這跟當時2018年韓國瑜參選的時候 完全不一樣啊 當時韓國瑜參選的時候 很多的這些里長到黨部來 為了跟我要這樣這張推薦書快翻臉耶 要翻臉 那不行我一定要 我說你們兩個都是國民黨 那這樣我很為難不能推薦兩個啊 那你們怎麼辦呢 那就是一定要 最後還真的我開出推薦兩個國民黨的里長 自己打自己從從來有過 那今年不復健啊 今年不復健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選情有在變化 可是我要講 那張漢正為什麼現在這麼穩的情況之 這麼穩穩如泰山啊 因為我告訴你 他的空戰可能已經 可能比不過鄭裕鵬了 可是他的陸戰開始囉 我得到了最精準的消息 邱逸勝真的要挺他 不是假挺哦 真的要挺他 連現在張善政在中立的競選總部 也是邱逸勝選了多少次勝利 直接讓給張善政 就給你 我勝利交接給你 那麼邱逸勝如果真的挺張善政的話 他的陸戰實力 真的不容忽視 他的陸戰真的很強 所以我講為什麼張善政 現在可以面對這個抄襲的疑雲 他可以坦然面對 因為他得到了最大的陸戰支持 就知道了 我們來到後面就把我們斷測的 他有一個機會 我們將我們完美風的 這個邱逸勝選 我們來做什麼 你這也有個支持 再做什麼 我們來做這個 我們來做一個